美国国务卿希拉里·克林顿 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 八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外长会议上强调 迫切需要解决人们身为关切的 叙利亚 伊朗和朝鲜所带来的安全问题 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谈 旨在为下个月在美国马里兰州 戴维营总统度假地举行的 八国集团峰会制定日程 国务卿克林顿4月11日星期三说 部长们对叙利亚持续不断的暴力 感到震惊 并且担忧 努力促成停火的科菲安南特时 所面临的问题 他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 仍然有时间进行外交斡旋 但是让伊朗坐到谈判桌上 则是刻不容缓 克林顿国务卿说 八国集团的部长们 都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上 利益攸关 他说朝鲜发射导弹 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